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 今天依然和大家来录制一个雅思考语part1的话题 就是前几天呢我在我自己的视频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呢 我尽量做到每日更新或者是平均每日更新一个视频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因为各位可能熟悉我的频道知道 我有自己录的这个雅思的视频 我还有自己录的这个真人出境的一个 跟大家聊留学聊移民聊投资聊买房聊旅游 或者聊个人一些想法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希望这个两组呢可以一起前进 就是说录这个雅思的视频也要经常录 然后呢这个自己真人出境的视频呢 也要经常更新 就尽量每天呢能更新一个 多的时候呢可能每天更新两三个三四个 也是极有可能的 为了这个防止以后 比如说要出国或者有时候我要回澳大利亚的时候 就在路上就没有办法更新视频 对吧所以我基本上来尽量保证 每天更新一个平均吧 平均每天更新一个视频 那今天呢想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 雅思口语part one的四个问题 各位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已经看到了 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who does most of the shopping in your household 这四个问题呢全都是和这个购物类相关的话题 其实我无论你考过或者没考过雅思 你都应该了解到购物类话题是雅思口语考试当中 非常非常高频的话题 所以呢各位对于今天的这个答案呢 我希望各位能够记下来 或者记在本子上或者记在心里面 因为可以保证你在考试的时候呢 能说出比较流利的答案的话呢 会保证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好来我们看第一个这个题目 我们给出一个标准的高分答案 标准高分答案是这样子的 well in my family there isn't one person who does most of the shopping 就是说因为题目问的是谁嘛 要人出现对不对 谁在你家里经常购物呢 或者说你家里经常有谁来购物呢 然后呢你可以说就是说答案就是说在我家里面 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人 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来做这个购物的情况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对吧 比如说那爷爷奶奶有时间就爷爷奶奶去买 如果家长工作忙一点的话 肯定就是有其他人来照顾生活对吧 如果家长工作稍微轻松点的话呢 就家长自己来买 那如果比如说你学习稍微轻松点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帮着家里做点事情也可以去买 对吧 所以就是说没有这个具体的人呢 是可以这么说的 或者说你可以说你们家只有由你爸来负责买东西 因为他离这个工作地方离超市比较近 或者由你妈来买东西都没问题 对吧 但是我这边说呢 就是说没有这个固定的人来买东西 为什么呢 I'd say it'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because we tend to go shopping together as a family 这个地方呢就说的非常好了 这是一个什么呢 shared responsibility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一个共同承担的一个责任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高分的一个短语结构 叫shared responsibility because we tend to 就是因为怎么样呢 我们倾向于对吧 我们可能会tend to表示一个情况 OK 然后呢我们倾向于怎么样呢 go shopping together 就是我们一起去go as a family 这个也很好理解 为什么呢 各位其实如果你在海外有旅游过 或生活过的话 你肯定知道就是通常啊 这个你看都是 怎么讲超市里面都是一家人出去一起买东西 对吧 就是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孩子 或三个孩子 就一起买一下 显得这个其乐融融的 而且特别温暖 这是一个家庭的幸福的一个象征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说家里一起买东西 是一算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 because we tend to go shopping together as a family 我们家里面一起去购物 嗯 好 没问题 我们来接着看第二个题目 第二题目是这样子的 what kind of shopping do you like doing 就是说你喜欢做什么类型的购物呢 或者你喜欢就是 怎么买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呢 其实我给的非常短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I quite like I quite like shopping for presents for people's birthdays or Christmas 就是说我特别喜欢购物是买什么呢 买礼物对吧 买什么礼物呢 就是给人们呢 买这个生日礼物 或者是说买一个圣诞的礼物 OK I quite like 一个固定结构 一个高分的一个短语 然后呢 for people's birthdays or Christmas 所以可以接下来 然后呢 my favorite type of shop would have to be a box shop 就是说我最喜欢的一个购物场地呢 可能就是这个书店 对吧 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购物场地书店 好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答案 第三个答案呢 就是说的是这个 is shopping a popular activity in your country 就是说购物在你的国家 是个非常流行非常时尚的一个活动吗 这个其实我坦白讲 购物无论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 都是一个非常很受欢迎的活动 对吧 这肯定是这样子 OK 但是呢 我这边用了一个词来替换 这个popular 可以受欢迎的流行的 it's prevalent yes it's prevalent 可以就是时尚的时髦的流行的 受欢迎的 可以很广泛接受的 都是个单词 这个单词呢 你说出来呢 坦白讲就像考官展示了 你对词汇的驾驭能力 OK 然后呢 一个paraphrase 一个同意替换 然后呢 在这方面可以拿到比较好的分数 当然你是要经常要这么做 对吧 并不是说某一个问题 你回答好 给你好 因为它是综合你整个 考试的过程 那么那么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 来看的对吧 当然我们以后 接下来肯定会分享一些 part two part three的问题 各位请关注我的频道就好了 好 继续来看这个单 Saturday 周六is the business business shopping day 就是说这个周六呢 是最繁忙的这个购物日 对不对 and lots of people treat shopping as a kind of leisure activity 好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结构用得非常好 就是说很多人呢 怎么怎么样 对吧 treat shopping as a kind of leisure activity 很多人呢 会把购物呢 当做一个休闲 娱乐休闲活动 我还可以说 lots of people treat watching movie as a kind of leisure activity 对吧 很多人把看电影 当做一个娱乐 各位请把这个剧型记下来 这个剧型 坦白讲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一个剧型 而且中间这个 什么东西都可以换 对不对 你把什么什么换来 就是什么 人们把什么什么 当成一个业余活动 就这样说就行了 而且非常好的剧型 高分剧型 然后呢 rather than something practical 而不是做一些实际的 这个事情 这个实际的事情 指什么呢 指比如说 指实际的放松 比如说 怎么呢 把这个购物来当做放松 而不是去看电影 对吧 就是等于看电影 可能已经没有必要了 就只是把这个购物 当成一个放松活动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句子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构 我希望各位能够记下来 然后呢 在特别是在考试当中呢 能够用出来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OK 坦白讲 我给的这个答案呢 绝对绝对都是高分的 地道的答案 就是你不用怀疑的 OK I'm 100% sure 我摆成百分之百是肯定的 OK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题目 第四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稍等啊 我电话来了 我不想接这个电话 算了吧 好 不管它 来 第四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问题是 what types of shops do teenagers like best in your country 就是说这个 各位 这个词汇可能稍微难 teenagers 表什么意思呢 teenagers表示年轻人 这个地方年轻人 一般指 就是在这里面呢 它会有这个 这个具体的年龄限制 就13到19岁的年轻人 就青少年吧 就是他问的是 在你的国家 这个13 就是青少年啊 可能喜欢哪一类型的商店呢 这个我觉得很好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青少年 可能就是初中生 这个阶段 坦白讲 可能就喜欢买些 这个潮流的服饰啦 然后一些 比较 比较怎么讲 就是比较 稀奇国外的东西 有可能对吧 还喜欢买些电子产品啦 比如说手机啦 然后 或者是手表 这种电子表啦 一些比较新奇的一些东西 对吧 每个人都年轻过 所以呢 基本上你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 喜欢什么东西 就知道怎么样回答 这个问题 对吧 是这样子的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个答案 好 我们来看这个答案 I am not an expert on teenage behavior 就是我并不是一个 这个青年轻人 就是青少年的 这个行为的一个专家 对吧 我就等于说 坦白讲 我不太了解这个话题 OK 但是请注意啊 各位 在说问题的时候呢 回答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自己预测一下 对不对 很多问题 他并不是问你知道或者不知道 他是想看你怎么如何去表达 OK but I guess they like buying clothes 就是他想买什么买衣服 music 音乐 gadget 好 各位 这个gadget 可能是个非常非常地道的这个词汇 表示一些什么呢 表示一些小物件 就比如说 你随身的男生女生 比如说一些什么 什么视频 什么一些电子产品 都是这种小物件 对吧 就是一些 反正一些高科技东西 或者指一些 可能一些 女生的一些小首饰 可能也上这东西 OK 那kind of thing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反正就是有钱没出花了 对吧 就是买的东西 OK 然后让自己显得更酷一点 对吧 更帅一点 然后更时尚更潮流一点 这都没问题 然后呢 the trading clothing store may be the most popular shopping place for them 就是说 好 这边叫trading clothes clothing store 表什么潮潮潮流的那些服饰店 对吧 maybe the most popular 可能是最受欢迎的 对他们来说 可能最受欢迎的这个购物仓所 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呢 呃 卖潮牌衣服的店 或者说 卖一些什么音像制品 还有些卖一些什么小物件的这些店 可能是年轻人 呃 最受欢迎的地方 对吧 好 各位 这边我要把这个 这个高分的这个短语 还有这个这个词汇来标记一下 然后呢 gadgets 一个非常好的单词 然后呢 还有这个3D clothing store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汇 可以记一下 然后shopping places for them 就是给他们来说 嗯 好 各位呢 今天我们一共分享了 这个四个题目 我希望各位呢 把这四个题目 呃 牢牢的记住 然后呢 回去举一反三的复习一下 在考试的时候呢 希望各位能够用出来 这些句型 这些结构 这些词汇 然后呢 在考试当中取到一个满意的分数 呃 还有就是各位 如果我叫林松 对吧 然后就是我的这个网络的ID 你可以在Google 或者百度里面搜我的名字 可以搜到很多 呃 我的这个视频 包括听力的 包括口语的 包括写作的 还有这个是我的微博 希望各位呢 能够关注我的微博 关注我的频道 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有什么呃 关于留学澳大利亚的问题 关于移民 关于投资 关于买房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交流 那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吧 拜拜 我们下次见